而且請教一下林醫師 美國現在內部還跟時間賽跑 另外一方面是疫苗跟藥物的進展 其實疫苗的部分 國內的進展其實跟其他國家一起 現在全世界大概有70種疫苗正在跑 那這個疫苗 當然他先得先做在動物實驗 所以其實包含我們講的 他比較特殊的是這個 ACE2的這個轉殖老鼠的專利 還好臺灣這邊是有 臺灣這邊有這個能力處理這個事情 你才有辦法在老鼠身上 去做針對這支病毒的反應 那現在疫苗大概他有幾種 大概有四種 一個是就是所謂的生態疫苗 DNA疫苗 然後重組病毒的疫苗跟次單位疫苗 那這幾個部分 大家剛開始前一段時間 那個川普不是把這個藥廠都找來嗎 然後跟他說夏天就把我把疫苗做出來 當時大家覺得說美國這麼強 搞不好夏天做完疫苗 秋冬我們就有疫苗可以用了 那大家可以鬆一口氣 不過說實在疫苗的動作 真的很少這麼快 你從動物實驗到做人體實驗 只要做到足夠的數量跟安全性 現在沒有那麼樂觀 所以大家對於疫苗的期待 可能要把它放在比較後面一點 也就是說假設疫苗出來的時候 這個疫情 這個這支病毒還一直存在 因為那個之前對於SARS 也曾經想做疫苗 結果SARS後來就沒了 所以後來大家對於很多的 這種傳染病 就會一直停留在說 不見得一定要處理疫苗了 像之前韓國的MERS也是這樣 那但這一支現在看這個情況 越來越覺得可能到時候要靠疫苗 只是時間什麼時候疫苗可以出來 大概沒有那麼快 那前一段時間有很多藥物 大家在講說瑞德西韋 奎妮 那奎妮這最近前一段時間有一點起色 覺得說奎妮的治療效果好像不錯 可是大家最近又有一個資料 在4月11號的時候在巴西 他們就提了一個報告 他們說他們其中有一群實驗者 他做到第6天就已經死了11個病人 而且死亡那原因是心臟的部分 就是說他出現心臟不正常的這個跳動 那最後導致死亡 那後來他整理的比較高劑量那一組 41個病人有16個死亡 然後低劑量那一組也有6個死亡 那當然啦 必須說他的合併使用 他除了奎妮之外 他們現在用的奎妮 有強氯奎妮跟強奎妮 那另外的話 他在使用的時候 也會合併再用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抗生素一起使用 那個抗生素也會有心臟血管的風險 所以到底是單純這個奎妮 會造成我們講的冠狀病毒的 這種肺炎 武漢肺炎的病人 他出現心臟的副作用 結果他沒有死於呼吸衰竭 他最後死於心臟 還是說是因為他合併了這個抗生素 結果導致他的加成的心臟的傷害 目前還不知道 台灣的部分另外一方面要面對的是 主要的這個案例都是來自境外 所以如果境外的疫情不斷的延燒 甚或可能預計要燒一兩年的話 那這一個長期抗疫 是一個蠻長期的控管 跟公共衛生全民都要努力的 對 所以比方說 我們過去大家都講全球話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大家在全球大量流動 這個疫情給我們的資訊就是 這個大量流動對我們來說不見得是好的 有一個資料我覺得這張圖表做得非常地有趣 這是應該是紐約時報在4月9號的一張圖表 上面橘色這個就是境外移入個案 我們先打個唱這是三個國家 左邊是香港 中間是台灣 右邊是新加坡 就是我們亞洲國家 我們都經歷的第一波 就是從中國武漢出來的這一波 在二月份的疫情 後來再經歷就是三月份 從歐美回到這些國家的疫情 其實這幾個國家 我們都是那種大量的有人在國外 尤其歐美生活 念書的這樣子的移民的國家 那你去看 那個橘色線是境外移入個案 藍色線是本土個案 台灣相對少很多 對 我們原先 你原先去想就是說 當你有很多境外移入個案 而且你沒有辦法在邊境 做非常好的控管的時候 這些一定會回到社區 回到社區它就會傳染給社區內的人 所以你的本土個案跑出來 所以香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香港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你的它的大量境外移入個案的同時 它也出現了不少的 這個我們講的本土個案 那新加坡的狀況更糟 這也是我覺得 這也是為什麼前一段時間 我們在捐口罩的時候 他們的政府會更敏感一點 因為它的境外移入個案 雖然真的也很多 真的爆多 可是它本土更多 本土個案更多 而且它在原來的報導那條線 我們沒有看過一個報導 藍線可以進到字裡面去的 就它的這個本土個案非常多 可見它的本土也同時正在爆發 而且有點難以控制 台灣的數字看了 我們真的很感動 就是說可見台灣我們這邊 我們對邊境非常的努力 我們有這麼多橘色的 就是所謂境外移入個案 當然我們之前也聊過 它對國家的經濟財政 還有我們的邊境這一邊 醫療的能量造成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真的把它鎖在國外 我們把它鎖在邊境 我們的邊境鎖得很好 所以它進入社區的部分 真的還是很少 那這一塊我覺得 也就代表這個模式 我們持續來運作 再慢慢優化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可以把這個病毒的疫情 壓在目前這個全球控制最好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